今集邀請來的嘉賓 第一次見到他在新秀歌唱比賽 不過他吸引我的地方不是他的歌聲 亦不是他跳舞 而是他肩膀的兩個肩膀 而是他的肩膀很大 這個嘉賓就是Dicky 張偉健 Hello Dicky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我一點都不介意 因為當時對我來說 肩膀就等於我的命 我不只用一個肩膀 人家是一邊肩膀一個 我是兩至三個左右 要不要 那時覺得我加了肩膀之後 比較倒三角 大隻一點 那時瘦 很瘦 瘦過今時今日的梁漢文 兩倍左右 跟新馬仔差不多 那真的很離譜 其實我今天請你來 就是想 我請自己好朋友來 都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感動過的歌 或者一些事 那如果要你選一首歌 或者選一件事 你會選一首歌 或者什麼事 如果選我自己歌的話 我一定會選身體健康 因為首先 因為那時的環境 這首歌是出現於沙士的時候 當時阿邦的demo 已經是 他自己彈了一個很簡單的piano 做個底 然後他唱了 有了歌詞 我第一次聽 我已經覺得真的很喜歡 我不敢說他可以 但我覺得他很喜歡這首歌 再聽第二次之後 我還未聽完 第二次我已經跟Jacky說 跟監製說 我一定要這首歌 一定要 就算不plug 我也希望可以唱這首歌 其實阿邦的歌 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歷 我曾經監製過一首歌 是他寫的 亦都是曲詞一切 不過那首歌很可惜 後來沒有發表 如果我唱可能會沒有 當然會 不過他的歌不容易唱 你以為身體健康異 不就是我都知道 想當難唱 這個是我的recurring theme 這次做完一個很大單 越大單的job之後 就越覺得 哎呀 跟著那一下怎樣 如果不是有東西跟味 我自己 偶爾都會有那個感覺 跟著下去怎樣 所以其實我幾算是早 開始去想 應該怎樣去計劃 但是我又不想隨便去做 所以那時候自己都研究了 其實如果你說到 你都幾早想到理財 還有 也都不想隨便去做 這兩個point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 我正正好 就是相反 跟你完全相反 就是 我在這方面 理財方面 我是很晚熟的 很遲很遲 我才去想 這件事情 我是 從我一踏入社會 開始賺錢 那天開始 到入娛樂圈 在我 在我 張惠健的世界裏面 只有是 怎樣演好 角色 怎樣 怎樣 良風有信 秋月無邊 怎樣 打擾精神 在我世界裏面 只有這些東西 是 然後我到很遲 才是 理財 才會 才會 想起要做這個 因為 自從我看那本書 我只看一個標題 輸名的就是 理不理財 才就理你 那我就覺得 哎呀 就開始要做這個 你說到 你都不會很隨便 去做一些投資 因為 始終一隨便做 就很 就是 隨便做 都會很容易做錯 我就是隨便做 是的 其實你今天找我上來 就是很對的 因為我是沒有什麼 理財的心得 但是 我絕對有一個 理財的反面教育 就是 大家都會有 其實我也有 是吧 很過分的 譬如說 在那時候 97 金融風暴來之前 96年左右 樓價是很高峰很高峰期的時候 我那時候 譬如有一層樓 我是怎麼買的 是 我記得我和 吳君如在台灣 正在做事 然後我家人 打電話 那裏哪裏哪裏 有一個樓盤 這樣 多少錢 多少錢 OK 好啊 先想想 接著我就化妝 接著化妝 一直和吳君如聊天 吹了一些毛利拉薩的東西 化妝完之後 15分鐘左右 接著我就拿起電話彈了 回家 好啊 買吧 那就是一個投資決定 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挺闖存 其實我覺得 這個世界任何事情 都是相對的 你付出越多收穫 一分耕運一分收穫 投資也是 我在投資方面 這麼闖存 最後的結果就是 虧得媽媽都不認得 我想這是最好的形容詞 然後我在這件事上 就學到了 以後我就 三思而後行 其實這幾個字 小學已經讀了 但偏偏 沒有做到 對 幾十歲都未懂得 三思而後行 其實很多事情 在幼稚園小學教了 原來 不到中了招之後 都不會明白 就是永遠 我覺得 Live 就是這樣 永遠就是很多 question mark 很多exclamation mark 在這裏 這是我經驗 是 所以我自己會 傾向找一個 我信任過的人 而那個人又可以 真的告訴我 我在做什麼事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不懂 我當然是 要找一個專家來問 如果可以找一個專家來幫我 而那個專家又可以 令到我明白 我在做什麼事 我想我會安心一點 這個是我做了這麼久之後 我自己的心得 大家也結婚 其實有了家庭之後 這個保障又好像大舊了 你會有什麼計劃 在我的理念當中就是 結婚也好 不結婚也好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分別 結婚之後我也是這樣做 結婚之前 我其實蠻羨慕你的 因為你在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而你喜歡做的事 又是可以養活到 可以養活到整個家 你自己 甚至養活整個家庭 其實是一個 很理想的情況 真的 我也是 其實我和你也是 你喜歡音樂 自小喜歡音樂 我自小 喜歡 所以 就是現在 可以做到自己的興趣 作為終生職業 我覺得是一個恩賜 很好 不過說回我自己 我們雖然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現在很幸運地可以支持自己的家 不過我自己買得很重 我自己是買很重的保險 因為我很希望 如果 喂大佬 小不免有時都要自己出手 我覺得 我在台上 也見過不少人 跌下來 跌到一個洞 你沒有試過 對嗎 對 對 所以我自己會為家人打算 喂今天多謝你 Dicky 別這麼說 真的想不到你這麼有才華 除了音樂方面 主持也很厲害 這樣也要認識 多謝 多謝 Good luck Take care 很開心今天和Dicky這個老朋友 聊了這麼久 跟他聊天 令我想起我自己最初結婚的時候 都突然間發覺自己 原來要為自己的新的生活再打算 要為自己的太太 為自己的家庭 去做一些新的計劃 我發覺理財 真的要早點開始的計劃 越早的計劃 就可以得到理想的回報 這樣我們這些小朋友 可以有個好一點的讀書環境 亦都可以幫我們家裡 去找到一個舒適一點的生活 你不要不幸 我會讓你的靈部 去折懷 你不想要坐 在夜邊 你會讓自己的小朋友 看我的天啊 你會這樣送給你 我放很多東西 可愛 你不是我會這樣 你怎麼不得動 你會這樣說 你又不會這樣 你這麼多